那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把这个牵到打在屏幕上 视频调色说了这么多的视频调色 相信看我频道的朋友一定和我一样 都是非常喜欢做这个视频调色的 那调色通常犯的错误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要说新手 我同样也会经常犯这么一个错误 其实最近一次就是近期发生的 当我导入了自己的预调颜色蜡的之后 然后我开始做细微的调整 但是调整下来却发现和我一开始想象的样子越调越远 当然我每次调完颜色之后都会把我的颜色纯为预设之后 遇到相似的场景就可以使用 仅仅只需要做一些微调就好了 但有时候加载了我的预设 调着调着颜色会越来越怪 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你使用log颜色模式下拍摄的视频 比如说slog2slog3等等这些平淡色彩输出 你导入了你的视频打开Lumi去颜色 导入你在网上下载的LUT 然后你开始做这个微调 你会发现这个预调色LUT的颜色特别的强烈 特别的浓烈 其实你想修复这个或者是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其实非常简单 而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调色的时候忽略的 就是先增加画面的饱和度 然后再去使用你的LUT 特别是使用log模式拍摄的视频 原始画面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饱和度 那大家看到这么灰的一个画面 第一步就是增加对比度 没错 这么做完全正确 但是大家在调整完对比度和亮度之后 却往往忘记了增加饱和度这个问题 而是在加载了LUT之后再去调整饱和度 那就造成了为什么你把LUT加载到你的视频之后 会发现色彩那么浓烈的原因 那调整好之后我个人建议饱和度 可以比你看到合适的这个基础上稍微再多一点点 为什么不管是Premiere Pro Final Cut Pro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软件 你在导出之后颜色都会有一点点的丢失 之后你再上传到B站油管 颜色会再一次丢失 所以其实稍微加强一点之后导出你上传 你会发现这个才是你之前调整的那个颜色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的这个小建议 避免和我犯同样的错误 使用预调色之前 记得先增加饱和度 你就不会调来调去 颜色会越来越怪 增加无数个调整涂层的情况 那少就是多 简单就是完美 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那这一节目就这样 下次见 拜拜